投資朋友大家好 我是倫妍投顧首席分譯師 顏一敏老師 那很高興的在理宙TV的平台跟大家再度的見面 那當然今天的一個大盤 它是趨向在所謂的區間震盪整理 那區間震盪整理的時候 這個大盤的指數的部分 你就不用說太去關照它 只要去注意到目前為止 有沒有一些股票 它是屬於一個類股輪動 而且要確定它是從底部開始輪動 有機會轉強 在所謂的11月份到12月份行情裡面 它就是第二波這個大盤 主要要攻擊的一個所謂的 族群也好 個股也好 這個就是顏老師的一個看法 那當然我們在這個禮拜五的話 有一場非常重要的一場演講會 對 那在這場重要的演講會裡面 我會把大盤 未來的一個大的一個趨勢 利用型態跟所謂的均線量價結構 這三個角度把大盤的一個結構 跟投資本先行的來做出個報告 你知道大盤的一個走勢方向之後 我相信未來的操作你就有所本 這時候操作的話邏輯又非常非常重要 那等一下我會一一的說明 當然這個禮拜五的話是11月15號 11月15號的話我們在台北 台北廠的話晚上7點鐘 11月15號禮拜五 特別挑在禮拜五的收完盤之後的一個 所謂的晚上時間 英老師在台北跟大家相見歡 如果說你想來這場演講會的話 等一下請記得我們每次報名的人數都是非常多的 那現在報名的人數也是非常踴躍 想要知道大盤未來的一個走勢 想要知道未來標股到底是哪一支 我們都有開放給大家 只要完成預約報名 我們現場會贈送大家一個紅包袋 那這個紅包袋的話裡面有意想不到的一個驚喜 我希望說給大家討個好彩頭 在過年還沒有來之前 英老師先發一個真正的一個大紅包給大家 那這場演講會的話 當然這個時間請注意一下 就是在所謂的禮拜五 禮拜五在什麼時候叫明天 明天11月15號晚上7點鐘 台北的一個會場 那還沒報名的趕快來做出報名的動作 那外來的大盤會怎麼樣走 其實投資本你不用去猜 我之前送給各位的一檔股票 就是代號3661的世信KY對不對 那今天的世信KY這個股價再創破斷新高 股價再創破斷新高 也就是說你無論在什麼時候看到老師的節目 你無論什麼時候你看到這檔股票 只要你相信顏老師看盤的一個功力 那這檔股票在今天股價 股價從低檔區一路大漲 最少是翻倍以上 我相信今年這種股票很多了 那這個就是顏老師的誠意 那這檔股票為什麼會漲 有人說這個前三季營收大於去年四季 這是第一個題材 第二個題材是什麼 10月份營收公佈 年增率超過百分之60 那它是屬於一個半導體的產業 半導體的產業本身 你要走在時代的一個尖段 所以說四星KY這檔股票 在今天還是一樣在這檔股票 但是我在演講會我有講過 那四星第二是哪一檔股票 我們在演講會裡面 一樣會提供給大家 來做出一個參考 這是今天我講到四星的一個部分 那四星第二就是這次的演講會 明天的演講會晚上7點鐘 在台北舉行 還沒有完成預約報名的 趕快要完成一個預約報名 我相信我們在Line裡面 有送各位一份資料 在Line裡面有送各位一份資料 我現在已經打開了兩檔股票 對不對 第一檔股票叫南茂 南茂最近漲到30% 應該每一個人都賺得到錢 那你去做出個追價了 你現在應該賺不到錢 但是你按照顏老師腳步 去做這個操作的 我相信都應該賺得到錢 那國劇的部分 既昨天漲停板 鎖了9000多張 今天的國劇又大漲超過5% 等於說兩天有15%的一個 漲幅 你喜歡做價差的 你賺得到錢 你喜歡做波段的 那你就要看未來陳泰銘 陳泰銘在併購了 這個美國這家 被動元件 超級被動元件工廠之後 未來有什麼樣的一個方向 那請注意了 被動元件的話會因為 由國劇開始 他的產業基本面 開始發生的變化 會不會影響到未來的華興科 跟所謂的核生堂 甚至有看到一些二線的 一些被動元件 被動元件的話在今年下半年 非常的熱鬧 非常的熱鬧 第三張股票還沒有公佈 我們預計的話 應該會在下禮拜 這三張股票 我們會同時的 在LINE裡面來做出一個公佈 那送給各位資料的 一個想法其實非常簡單 投資朋友找不到標的 林老師這邊有一個非常好的標的 那我就希望大家能夠共襄勝局 另外我們講到蘋果乾淨股 好不好 蘋果乾淨股的話要注意三張股票 第一張股票2317紅海 紅海目前為止請注意2317紅海 我們來看一下 紅海目前為止的話 他是走向多頭走勢 多頭走勢 那這是第一個觀察指標 第二張觀察指標4938的核碎 你看紅海也好 你看所有的核碎也好 這兩檔股票都是非常標準的 他叫做紮空單的一檔股票 那二四七四的可乘 股價創高幾後拉回 拉回才是一個買點 這個股價不是說去追 拉回才是一個買點 那我們來看一下今天 這2327的國具 國具老師到底有沒有做 一定有嘛 每一個老師這個股價漲上去 都說他有做 昨天漲停板今天漲5% 兩天大漲15% 那葉老師今天拿證據給你看 好不好 我們來看一下 來這一通簡訊是11月13號 禮拜三的簡訊 我相信只要你是岩老師會員 三級會員裡面 在早上的9點02分 我這通簡訊發出去 我就告訴你 岩老師要恭喜你 因為我知道你手中有兩筆單 你手中有兩筆單 漲停板我沒有叫你賣 對不對 那今天我又發了一通簡訊 我們來看一下好不好 對不對 今天是11月14到禮拜四 禮拜四 早上9點09分我就發一通簡訊 國劇漲到22塊錢 再創破端新稿 這個地方動作 我就開始保留給我們的會員 這個地方我們就保留給我們 我們為什麼秀這兩通簡訊 給全國所有的投資人知道 代表說我們有做 我們不是空狗說白話 我們要操作就是操作這種最強的 最標的最悍的 那國劇未來會不會成為金策第二 我們這邊用嘴巴講都沒有用 我們就慢慢看 就等於說之前有人問你 老師 你看好的這個所謂的PGP組織 是哪一張股票 我跟你講2313的滑通 滑通今天的股價有沒有再創破端新高 有沒有 你告訴我有嘛 那有叫你去追嗎 不用嘛 那你可以去注意到中階的嘛 4958的什麼真底嘛 真底也是一樣嘛 多頭走勢嘛 有拉回的一個買點 你也可以注意一下 3037的信心講多久了 講很久了 這股價就是一路一路墊高 一路墊高你隨便買 你都賺得到錢了 那當然高價股的操作 需要資金不會比較大的 那我們之前有跟大家講過了 送給大家的第一張股票 叫6510金策 金策股價從300多塊錢 一路大漲到1000塊錢 那今天有一檔股票也到1000塊了 6415的這樣股票叫系列 系列今天的股價來到漲停板 來到創破端新高 系列跟金策也好 跟所謂的6426的統心 三檔股票都是屬於高價股的 今天都創破端新高 那為什麼 爺老師會跟你講到這三檔股票 他們這三檔股票有個共通點 他們都是產業基本面發生的變化 我跟你講第一檔股票就6510的金策 有沒有 無奈米的商機就在這邊 你不要認為說這個股票300塊起到多少 1000塊之後 你要注意 我先提早告訴你 未來可能兩年三年裡面 這檔股票會常常出現在 在顏老師節目裡面 我先講 如果說你真的想要賺大錢的 有一些股票基本面 技術面你看不懂的 你就要來找我對不對 那當然你看短線的 可能你看到今天6415的系列 系列今天股票很強 來到漲停板 短線你是賺得到錢 短線你是賺得到錢 那我要先講一下 2327的國巨這檔股票 未來陳太明的動作 他會非常的積極 我今天為什麼會花多一點時間 講到國巨你知道嗎 這一根黑黑棒洗盤 這一根 黑黑棒洗盤 我跟你講這個造成投資人 受傷慘重 停損量一萬九千多張 你如果說你是用技術面具操作的 我跟你講這叫破線 也許事後你會講這叫假跌破 但是我跟你講在當下 沒有一個人可以忍受他 但是顏老師做得到做不到 我做得到 我做得到 甚至有很多會員打電話來恭喜我 我說這個叫做什麼 這個叫必然會發生事情 因為以前我在 這個操盤的經驗非常非常的豐富 那這個所謂主力片線 這種所謂的洗盤的動作 我真的看過很多次 那國巨的股票要不要買回來 這個答案的話我會留在我的 那個所謂的演講會裡面來告訴大家 未來很多股票都會背書班 還有很多 我請你注意的四大族群包含什麼 第一個被動元件 第二個矽晶圓 對不對 還有蘋果概念股 還有所謂的低論 這些股票都要注意 但是怎麼做 怎麼做 這個才是一個重點 你用嘴巴講沒有用 對不對 要怎麼做 如何做 如何買 如何切 這個叫實戰的經驗 所以說明天 這場重要的演講會 11月15號 這個禮拜五 我們為什麼會挑在禮拜五 我們禮拜五裡面 我們會告訴大家 這四大族群該怎麼做 好不好 如果說你有興趣的 這場演講會 無論如何你一定要來的原因 其實非常簡單 我們會把大盤的一個趨勢 量價的一個結構 講的會非常非常的詳細 讓你知道大盤未來走勢以外 到底是要鎖定哪一些族群 未來會大帳 都在明天 明天禮拜五晚上七點鐘 台北的一個演講會 那當然今天看到四星KY 今天創破斷新高 對不對 那你想想知道四星的接班人是誰 如果說你想吃了的話 沒有關係 明天來到我們台北演講會現場 11月15號 明天 就明天 你今天趕快報名 好不好 今天趕快報名 明天的話就可以見得到 岩老師 那怎麼樣來報名 其實非常簡單 現在立即的請用各位 那手中應該有手機 用手機的方式 用手動的方式 直接掃描QR Code 直接加按 完成報名的一個手續 那我們的助理人員會協助各位 幫各位把位置準備好 那有些重要資料 那至於說你手中套勞股票也沒有關係 帶來我們演講會現場 我在演講會結束之後 我會一對一的單獨的來幫各位來解答 可能手中有些套勞的股票 另外也可以直接撥打電話進來 好不好 我們在諮詢的一個熱線 外縣市請撥02 02-23219933 這個電話盡量撥 諮詢的一個熱線 直接報名也可以02-23219933 歡迎各位直接撥打電話進來 那如果說3-231 也是可以啦 那當然今天的節目非常 非常高興 大家能夠準時收看 那明天晚上7點鐘的台北的演講會 演講師光顧大家 希望大家大家光臨 演講師準備要幫大家賺一個大紅包 另外現場有個紅包 等待各位來做出一個索取的動作 謝謝各位今天收看 我們明天見 拜拜 本公司以往之奇效不保障未來獲利 且與所推薦分析之個別有價證券 無不當之財務利益關係 本節目資料僅空參考 投資人應獨立判斷 審審評估並自付投資風險